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今天的第一宗新聞就是 The Guardian 的報導 關於帕利堅尼和哥迪奧威斯咸領隊帕利堅尼指控 曼城經常做一些技術性的犯規 在曼城以5比0,贏了韋斯咸的英超聯賽中 帕利堅尼指,每次我們嘗試到他們的禁區裡 他們有一個犯規,我們在這方面實在太天真了 如果你們看一場比賽,這也是為何我們在上半場 不是能夠製造這麼多機會的原因 我們的進攻時刻,通常都會是對方一個犯規 作為一個完結的 你可以看看這些數據 他們有13個犯規,我們有5個 當然這不是為何我們會輸這場球 接著 最重要的數據反而 這是記者寫的,他們輸了5球球 4球在同一個半場 但是哥迪奧尼指,他的球隊仍然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哥迪奧尼指,表現不是完美 上半場我們有很多全球失誤 我們不能夠確定,做事不夠肯定 但這是正常的,始終第一場作下的賽事 這類型的比賽,我們一定要做得很準確,精準才可以 但我不能夠告訴大家 我贏了這場球是不開心的,當然是開心的 兩個領隊都很小心關於VAR的使用 在英超那裡 有一球球就不准許 但另一球球就不准許 如果進入球的話會怎樣 哥迪奧尼指,我們是要強壯的 最初以為戰果是3比0 賽事已經完結了 但之後就回到2比0 他們的龍門,Edison需要有一個很厲害的撲救 才能夠球 在這個聯賽,一件事都可以發生 所以為甚麼呢 你需要贏球就要慶祝 但也要很專心很專注 才可以做到要做的事情 好,第二則新聞就是關於阿仙奴的資訊 報導的媒體就是Football倫敦 阿仙奴的英超聯賽以1比0 旗外得勝 成贏了第一場球 對手就是紐卡素 艾美利 而是 抱歉 阿仙奴的球迷 對於阿仙奴在這個轉會槍做的事情 都頗有樂觀 以下就是阿仙奴之前的一天 大約有甚麼新聞的集合 合集的 而阿仙奴在聯賽中 就贏了 紐卡素1比0 雖然這個比賽 並不是太多說 但球迷最重要是 起碼叫做 奇可一勝 就贏了第一場 然後 有些傷病的更新 比比 阿仙奴領隊 就有兩個重要的防守球員 暫時都 不知何時才能復出 包括 Rob Holding 和比拉連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養傷了一段時間 這樣 很明顯地 他們兩個受傷 對於阿仙奴的防守 有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然後 比比 他們這位新加盟的球員 比比 20歲 從法國的球會里爾 經過一個轉會費 7200萬磅 來到阿仙奴 其實他在這個暑假 就不是太多操練的機會 因為他是代表了 國家隊去踢 但是 究竟 這場 阿仙奴的球迷 怎樣對他 很有趣 阿仙奴的球迷 已經為他準備了一首打氣歌 所以 這件事 可能大家會見到 阿仙奴的球迷 對於比比的期望 是有多大 這樣 接著 MIRROR的報道 主角 就是 盧卡古 盧卡古 剛剛 以一個 轉會 由 曼聯轉了 國際米蘭 他代表國際米蘭的第一場比賽 厲害了 大四起 入了四球球 協助國際米蘭以8比0 贏了 丁組的 Victorius Bergamo 這隊球隊 這位7400萬磅 轉會費 轉到國際米蘭的 盧卡古 就證明了 其實可能真的 洗得底 因為 他表現得相當不錯 這位是盧卡古第一次代表國米 在季前熱身賽 出場 出場 轉會之前 跟著安德烈志 去操練 希望保持狀態 盧卡古 進入了四球 另外 Vancino 和Esposito Esposito 都每人進入了兩球 完成了8比0的戰果 盧卡古 這場保留 都踢得相當舒適 雖然 這個對手 可能未必 是一個非常強勁的對手 但始終進入了四球 對於盧卡古的信心 尤其是 在意教的信心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8月16日 星期一 意大利的聯賽正式開始 國際米蘭 會是主場對Letsy 盧卡古 應該如無意外 便會上陣 但相反 在萬聯方面 好像沒有了盧卡古的影響 又不是很大 因為萬聯 以4比0 贏了車路士 在英超的開局 拉斯福特 入了兩球 前 萬聯領隊 摩連奧 我們昨天 早兩天 都跟大家說過 他回歸英超 在Sky Sports 廣播 他亦有說 這件事 他說 拉斯福特 今季 要入十球以上 因為沒有盧卡古 他又說 相信 拉斯福特 在這個球櫃 是很大機會 成為一個更好的球員 以及入更多球 盧卡古 據報道 希望 目標 可以在二格 入到最少12球 起碼和自己 在英超的紀錄相約 也希望能否阻止 這組 雲達斯 連續八次 贏到二格 另外 MIRROR 亦有報道 摩連奧 亦有 再評價 一些浪漫元的球員 這個球員就是 對於索爾 他在Sky Sports 做評論 當 麥戒亞 需要 幫索爾 索爾 索爾 需要知道 其實 他要做好一點的防守 在空位 要幫忙做到收窄 令自己的隊友 不需要幫忙做 那麼多防守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摩連奧 對於索爾 真的 很有心 因為他經常 就算是萬聯 做領隊 或現在 都很留意索爾 一舉一動 亦給了他很多 很好的意見 這樣 好 今天最後的一宗 報道 就是go.com 也是跟摩連奧有關的 因為摩連奧 除了是前萬聯領隊 他也是前車路士領隊 當他在Sky Sports 做廣播的時候 他也有評論到 一些關於車路士的事情 但是 林伯就未必很同意 好了 摩連奧就說 他車路士0比4 輸給萬聯 車路士的總教練 林伯特就在記者指導會 回應摩連奧說的事情 為什麼呢 林伯特就是第一場 帶領車路士 在一場正式的比賽 在英超上高 對著馬聯 在奧脫福上高 結果就輸了4球 剛才也說過 那麼 摩連奧在這場球 當然是有份說 他說 一些比較有經驗的球員 例如干地 馬高艾朗素 或者基奧特 應該要正選 也有個少許疑問 關於 Mason Mount Tammy Abraham 和Andres Christensen 這幾個球員的表現 林伯特在賽後記者 指導會 聽到這個消息 記者問他 我相信 他就說 他不喜歡 Mason Mount的表演 真是他這樣說 真是 嘩 這樣 這樣 我就不能夠 在一些球員 受傷的時候 在醫療室裡 抵他出來 踢球 就算他多有經驗 都好 這些球員 也都是 很明顯 狀態 只能夠在比賽上高 可能是踢45至60分鐘 他就說 不過事實上 我們的確做了一些錯誤 亦都失了四球球 他們只有五球射門 就失了四球球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 對於我們 但是 我就不是太關心 其他人說什麼 無論是球評 或者任何人 他們都是要說話 他們工作上的需要 是要說話 但是同一時間 什麼事情是球隊需要的話 我們是應該知道 掌握了 亦都相信 我們都相信 我們的理念 如果 半場的時候 是贏2比1 或者3比1 我們 可能 做法有少少不同 可能會完成得更好 但是 始終這裏有一個 幸運的成分 在這裏 球賽 如果行運的成分 有改變的話 可能很不同 其實 基奧特和簡迪 都是下半場換了出來的 另外 比列石也是第一次 在英超上高作賽 在下半場 但是 很可惜 林伯特的車路士 在95秒內 連失兩球 令到這場比賽 救不了 這場4比0的輸球 令到車路士 是一個在開季的第一場 最大的輸球 在他們104個聯賽的球季裡 也是 也是 林伯特 在英超的時代 球員的時代 曾經試過 有一場英超 以7比1輸比萬聯 那是2000年的時間 所以 的確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是 林伯特就好像 應該說 仍然有信心 可以糾正 這樣 今天的足球 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喜歡這個 YouTube頻道的朋友 希望你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Like這條影片 多謝各位 拜拜